我的名字叫Aka 之前在年間開了Post 說我加入了一個古增情侶經歷 Aka十五歲那一年 因為對古增有興趣 於是就在家樓下的琴行 報了一個古增班 遇到一個化名叫T.T的徐老師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 就覺得都是一個很正常的老師 當時因為跟家人價值觀很不合 所以經常都會在大小事上爭吵 就會搞到經常都很不開心 你爸爸媽媽明明就是偏心你哥哥 什麼都給他 其實你父母都不是真正愛你的 他們生你出來 都是想多一個人幫他們輪工屋 給我的感覺就很和愛可親 可以很理解你 我一邊是知音人 她對自己的成功是有自己一套定義的 就以她自己來做標準 好像我教古增一樣 又買到名牌才叫特別的嘛 有些女人這麼慘 就是因為他們教得不好 難道我們真的好像想他們這樣窮一輩子嗎 住公屋的人不常盡 那他們就該死了 該他們一輩子都住在這些地方 一直都會叫我們以她為綁藝 就在Aka十八歲成年之後 徐老師就用她這套成功的說法 叫她離家出走 加入少女古增團 開始陪我們開樓 跟業主商量 跟著簽約等等 全部都有她陪同 你看看向上流動都不是那麼難 你本身是住公屋的 那你繼續跟著我們 我們又會協助你 另外還有學琴的錢 強迫你去買一些說我演出會穿的衣服 價錢全部都是由她自己說的 又沒有給我看 也沒有說是哪家店 當時加上租金 我的月開支可以超過一萬六 那師傅跟我說 你應該去買了一個袋裝新鮮 我當時有表示到質疑 是否真的有必要買 那你不夠錢的話 你就問著其他人自己 相互不共 再加上其他人 一個人長地帶著我去中環的LV 然後我買袋 買了 然後才花了 這個袋是買了兩萬二千多 就算這樣瘋狂上班 都好像吸引不了這個費用 真的太大了 到最後真的支持不住了 然後一定要靠這張袋裝去給學費 那時候我又問過師傅的意見 她就默契了我退學 都沒有因為退學而感到 有什麼軟式或者給我其他建議 她之所以禁聽話 是因為入團以來 徐老師一直控制著她的思想 甚至是她的一舉一動 我就是當你們女兒那麼疼 你們媽媽哪有對你們那麼好 遇到問題的話 這個強制性一定要你跟她回國 如果時候在其他團員口中 才聽到這些事的話 她就會責怪你 我們甚至不敢跟團員掃說自己的質疑 因為覺得很快就會被人打背 就算你覺得她們好像穿得有點暴露也好 其他團員不覺得有問題 老師也不覺得有問題 那我自然就沒什麼想法 不僅僅要求我們不准跟家人有任何接觸 包括信息、打電話和見面 她還叫我們探索以前自己有用過的社交平台帳號 不准再跟以前朋友、同學 等等她有過多一個聯繫 最後她因為抵受不住壓力 靜靜地回去找家人接受了退團的建議 因為當時是一個被搜到的狀態 但我覺得她們做的事完全是為了好的 只不過我能夠努力才能夠功夫到她的期望 在我跟她的狀態下整體是崩潰 這些所有因爲團而引起的不開心 全部都有跟老師會過 我以前其實都是這樣捱過來的 現在回去你們打回圈形了 另外她又說到退團的人會有什麼後果 你如何扶得出我的手指 如果你得罪了我 即是你不會有好下場等等 其實都令我不敢走 最多是因為這個條件對我來說比較有美 因為當時的租約的一年四期已經到了 那到她幫我戒了之後 我要給大約兩萬四種分手費的東西給她們 但給了之後 她們就開始想到我家裡的位置 你現在想走 你還有兩萬多要給她們 那最後都是要向銀行或財務公司工作 那就是要迫錢 而買利息起碼都還有六萬元 從事生活的日子回來正軌 還有接觸回主要世界裡面的人 就開始反映到我以前的遇到的事 其實是不正常的 所以每天都很自責 每天都覺得很不開心 只要一想起這個事 我都非常內疚 原來上天上都可以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是不會在學校裡面教到你 尤其是家人的說話更加不可以不聽 因為他們才是生你養你和你有血緣關係的人 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害你 我開幕後 他們第一段已經說 其實我不敢說出來 但後來是因為見到最新的那張合照裡面 遮養的人多了 很明顯就是一些新的成員 雖然這個經驗是很不開心 但是整件事都還沒過去 依然不會有人加入 就想想會不會憑自己一些行動 可以讓別人受害 我走我的路 我已經分享了出來 麻煩你真的要快點醒 不要落搭 快點回到你家的身邊 退出之後 其實都已經幫自己安排好 不要將來要走的路 然後我都會讀書 那些自己整成會有的生活 我就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路去證明給這幫人看 你們所灌輸的思想是錯的 我靠自己的努力 我都可以成功 我都可以走到自己想要的路 如果有相同經驗 都可以勇敢一點 你只要勇敢站出來去制定這件事 錯的是他們 而不是你 他們曾經對你的傷害 都是一定要爭奪回來 我的 ondan在這個造型 成功 是否會有理想要的 除非 我都可以去制定這件事 神經過 你只要我的天使 不是我 你只要是給自己的 你只要你 看一個人都想要的 你只是 因為我 你只要我 你只要我 我只要你的 我補人 我已經去 請問你們有沒有一些小學生程度上學的古增? 我們沒有,因為大學會是中學 如果中學的話,可以選擇老師,還是你們幫我們安排? 通常是我們幫你安排的,但我們古增老師都很少選擇 好像我們這裡,其實只有入位 那位是甚麼老師? 那位是律老師 有沒有得知多一點老師的資料? 姓翠 他有沒有他全名? 翠佳 即是他還在教的? 還在教的 其實是蘋果一部記者,我們最近接觸到一些家長 就說經你們琴行就報讀了這位律老師的古增班 但是家長就質疑可能在教古增的過程中 老師是有機會向一些女生灌輸一些不好的訊息 例如教他們離家出走 所以請問你們,其實琴行知不知道有這些事發生嗎? 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你們琴行怎樣去平衡一個老師的品行 或者對學生有沒有不良認同? 不好意思,又要做事,答不了那麼多 那如果當收到... 可不可以收一首事嗎?不好意思 如果當收到這些投訴之後,你們琴行會怎樣處理呢? 因為真的在你們琴行接觸到這個老師 真是不好意思,都答不了 當初,都答不了 我呢 不是啦 好嗎? 怎麼走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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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學生看足一年蘋果